我認為他會比蘇院長做得好 他的身段也很柔軟 他不是那種硬幹到底的 今天好像那個內閣人是有被掀牌說是這個卓軍黑 那你怎麼看 我認為不管怎樣的搭配 那一定是賴清德總統他深思熟慮以後 他所做的最後的決定 那尤其第一任的隔魁副隔魁又特別的重要 這展現了賴總統他未來這四年要如何領導 他的領導風格是什麼樣 那我想這個決定應該是好的 應該是很好的 為您認為說卓院長會比先前的蘇院長甚至陳院長做得還要好嗎 我認為他會比蘇院長做得好 因為他這個很願意傾聽各方的意見 他的身段也很柔軟 他不是那種硬幹到底的 包括林家龍跟那個鄭文燦沒有在第一波大家傳出來的名單當中 很有可能這兩個人會職工2026 你怎麼看這樣的安排 鄭文燦比較有可能吧 鄭文燦是常勝軍 而且他在 對那個行政院的表現 其實他積極做在 積極推動很多事務 都是由他在做的 所以我導致比較看好他 那這個 林家龍我就不理解 不評論他 我只評論 我認為有格調的人 你認為哪些部會 必須要痛定思痛的檢討 甚至說人事的運用 安排上面更要深思熟慮一點 數位部 交通部 這是一定要的 比方說 像經濟 那經濟是國家的命脈 那這要有一定的 這一部分的專業 昨天 陳建有特別提到 就有關那個境外的網路 是可以封網 就是有關網子教這個事件 我覺得理論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我想問題是出在數位部 大家對數位部也沒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指望 我都不覺得說他們會做出怎麼樣 那我想 陳建人院長 因為他一定是 非常各方面去了解狀況以後 深思熟慮以後 他才會這麼說 那他既然這麼說了 我相信他會做得到 我相信他們在做什麼 是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誰知道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你不覺得 你不認真 你不認真 你不認真